伴随着生硬的传出 已经从平台之下弥漫了上来 只见如浓雾一般的沙发之气 从四面八方朝着众人笼罩而来 给予众人选择的时间并不多 天门开放的一瞬 便是有数百人选择右侧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沙发天 纵然其中造化恐怖 但存活率也同样低的恐怖 有太多的队伍即使侥幸度过 能够存活下来已经到了极限 因此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放弃 这是他们进入沙发天后 唯一拥有的选择权 也不知这沙发天有几重 萧炎助力在天门前 喃喃道 据我所知 有三重 难度一次排序 沙发天 路神天 灭神天 就在萧炎呢喃之际 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一旁身影缓缓走来 说话的正是天河海的左天路 此时她的伤势早已完全恢复 见到萧炎显是恭敬的抱拳拱手 萧炎看着靠近而来的左天路 微微点头 对于沙发天 萧炎了解甚少 但每一次的沙发天都有着不同的难度 危险更是未知 当然 造化也同样是未知数 正因为如此 这才会吸引如此多强者进入 你打算离去 还是前往陆神天 萧炎问到左天路 后者微微一正 而后摇了摇头 以我的实力 前往陆神天 无疑就是在找死啊 虽然我等 只想获得了骨葬风域 但并不代表 在这些众多的队伍里 我们便是最强 还有一些强者隐匿其中 因为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目的就是没有差错的 进入陆神天 不想有任何的插持 因此在第一重沙发天里 隐藏的强者不计其数 陆神天造化的确诱人 但也要有命去拿 我们的实力做不到 那活着走出第一重沙发天 已是侥幸了 左天路缓缓地回答道 萧炎也是微微点头 在这众多神影之中 的确能感受到 一些隐晦的气息 正如左天路所言 其中必定还隐藏着更强者 上神呢 如何打算 是离开 还是前往陆神天 左天路反之询问萧炎 目的还没有达成 自然不会离去 萧炎简单地回答道 左天路眼神微宁 他实际上早已猜到了 萧炎这样的回答 但还是忍不住去询问萧炎 杀伐之气迅速蔓延了过来 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去 只有极少一部分人 选择了进入陆神天 不知上身尊称 若是有机会到天河海 必定以克轻待之 左天路知晓 萧炎绝非寻常之人 而且来历也绝对不简单 这种强者 能为天河海拉拢 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萧炎 多谢萧炎上身告知 若有机会前往天河海 一定会好好款待上身 不过有仪式提醒上身 这东圣界的浅血 在东圣界 也算是重点培养天骄之一 如今被上身所杀 估计东圣界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左天路叮嘱道 哦 这么说来 他们还能查到 是谁删了前选吗 萧炎蹲了蹲 按常理来说 沙发天不会泄露 任何的消息 因为在沙发天中 战死者皆是自愿 本该无仇无怨 更不该上升到 借空之间的高度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 若是在秘境击杀 或许难以去查 不过 上神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仅斩杀了浅血 还灭掉了东圣界整支队伍 其中有不少和东圣界交好的队伍 必定会想此事 告知东圣界其他强者 好 知道了 多谢 萧炎点点头 沙发之气已经来了 我等 就先行告辞 欲出上神 一帆风顺 左天路看了一眼 已经蔓延而来的沙发之气 抱拳再度拱手恭敬说道 萧炎也是抱拳回礼 左天路当真做到了实实物者为俊杰 自时实力不敌 打不过就选择加入 至于萧炎 也是对左天路没有敌意 毕竟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 能够在沙发天中震慑到众多队伍 也可以直接说明 东圣界和天河海 都是南陵虚无之中 属于强大的借口 左天路说完之后 便是带领着自己的小队 前往了右侧天门 离开了沙发天 好了 我们也走吧 萧炎微微点头 沙发之气已经蔓延了过来 很快就要将这里全部覆盖 平台之上有许多重伤者 或者没有灵石和灵牌者 被沙发之气笼罩 很快双眼便是化作了赤红 慢慢站起身来 变成了一具指质沙发的傀儡 雷基和武镇皆是微微点头 萧炎将所获的灵石和灵牌 分给了雷基和武镇 以及空间戒指之中的仙魔分身 反正有多的灵精和灵石 就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了 三人朝着左侧天门而去 照理来说 眼下已经不可能会出现什么插座了 但就在这时 萧炎雷基以及武镇 三人皆是一转头 见识看到数十道身影从沙发之气当中冲出 而且就是朝着他们掠来 走 萧炎立刻一声 三人立刻起身 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左侧天门掠去 就在三人靠近左侧天门之时 一道萧瘦的黑影不知从何出现 衣袍之下也能感受到其干瘦的身材 此人戴着一个形形面具 颇有一种诡异之感 面对萧炎三人 后者一抬手 只见半空之中 一道大网便是从天而降 朝着萧炎三人笼罩而去 萧炎身上火焰直接爆发 黑色的不灭之火形成的火海 便是朝着空中笼罩而来的大网席卷而去 颈刻间就将其烧成了飞灰 雷基身形快若奔雷 雷光闪烁之间 一拳便是朝着形形面具的黑影呼啸而去 一声门响 面具黑影 直接背着雷基一拳震飞 后者身影倒射的同时 手印竟是迅速变换 只见周遭的沙发之气 涌动的速度更快了 突如其来的战斗 还让没有离去之人 纷纷一惊 即使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此处 但硝烟发现 周遭那些感染了沙发之气 变成傀儡的身影 全部都朝他们袭来 而空之者 赫然就是着 戴着恐怖星星面具的黑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